郑姓哲杀人案 3D弹道重建 1.案情再要 这个案子发生在91年的1月5号晚上 罗先生跟郑姓哲他们在风源的某间KTV发生了警民枪战 其中一名警察书姓警员殉职 罗先生被击毙 郑姓哲腿部重弹 最后法院认定杀警的人不是罗先生而是郑姓哲 郑姓哲虽然喊冤 但是仍然被判死刑定验 本案的现场已经不在了 所以依据郑姓内的当时所绘制的现场尺寸图 用模拟的方式将枪战发生的KTV包厢内的空间 相关的尺寸以3D的方式重建 模拟重建现场的尺寸跟相关位置可以看得出来 罗先生是坐在中间 郑姓哲是坐在右侧 而苏姓警员是站着 2. 确定判决之两阶段枪击证据 根据台中第一天署解剖报告 苏姓警员头部重两枪 胸部重一枪 第一枪由右脸部下方射入略成水平 第二枪由头部头顶射入由上往下 第三枪由右胸部往下射入 由上往下 如果苏警员是站着的 连续被开三枪 按照他体内的弹道走向 其中两枪只能从天花板方向射出 合理推论这两枪只可能是倒下后 或倒下过程中被击中 还有根据现场罗先生周边 所遗留下来的四颗弹壳 经过比对 是同一把胸枪所击发 确定判决是认定 曾庆泽拿枪 在他原来的座位上开的第一枪 苏姓警员倒地 曾庆泽在移动到罗先生的位置 对着已经倒地的苏姓警员 开了第二枪 第三枪 顺势把克拉克的手枪丢在垃圾桶内 再回来他原来的位置 也就是原确定判决认定 郑静泽是两阶段移动杀人 为什么判决不认为是罗先生 开枪杀警呢 三 两阶段枪击证据之一意 第一点 用弹壳的位置来研判 涉及位置的一意 罗先生座位的旁边 发现四颗胸枪的弹壳 其中编号三的弹壳是在他位置 左后方的沙发上 监事组组长有作证说 枪支击发后 弹壳应该会往右后方退出 所以编号三的弹壳 绝不可能是罗先生所激发的 然而绝不可能 是真的绝不可能吗 我们来看看实验的情形 实验的结果很清楚地显示 不一定是往右跳 也可能往左跳 而李昌玉博士也告诉我们 影响子弹弹壳退出的方向的因素 非常的多 所谓绝对的不可能 是不成立的 从现场的重庆可以看得出来 罗先生的后方就是沙发跟墙壁 这弹壳是可能弹到左侧的 所以编号三的弹壳 绝不可能是罗先生所激发的讲法 有问题 第二点 用火药残疾研判枪手的遗意 按照鉴定的情形 在场的人 罗先生梁先生 萧小姐 有被验出火药残疾 但是鉴定报告只做定性分析 如果要从火药残疾研判枪手是谁 应该用定量分析才对 现场没有拿枪的梁先生 萧小姐的手上也验出火药残疾 所以他们的火药残疾 应该是污染造成的 火药残疾并不能证明 就是开枪的人 接着我们来看 郑姓泽、梁先生、萧小姐的座位 他们都坐在比较靠近门口 警员的射击的火线上 他们三个人被验出火药残疾不足为奇 李昌宇博士的书也提到 在狭窄的空间 枪疾很容易交叉污染 四、两阶段枪疾的矛盾 三颗子弹都停留在死者的体内 没有射出口 所以血液必定从射入口流出 如果死者是羊躺的话 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死心形血迹 如果是侧躺 也是不可能形成死心形的血迹 如果是腐趴 是可以形成死心形的血迹 本来法医作证说 死者必须是趴着的情形底下 才可能造成第二腔 第三腔的伤口 但是后来又改口说 右胸的伤口 趴着是不可能打得到的 这说法已经前后矛盾 法医的说法不但前后矛盾 而且没有考量是不是可能在倒下的过程中被打到的 我们来看现场相片茶几的周边有大量的血迹 茶几上之所以会留下大片的血迹 相对于输性颈元的胸部 显示是在趴下前胸部已遭受枪击 才会留很多血在茶几上 如果输性颈元是在倒下后 胸部才遭受枪击 应该没办法形成茶几上有大片的血迹 所以合理推断 右胸枪伤是在倒下的过程中被打到的 五 弹道重建 第一点 输性颈元中三枪的顺序跟姿势 如果考量输性颈元涉及姿势的不同 那么罗先生或振兴者的方向都可能为枪手 因为头的转动与射击的习惯有关 如果以警察的训练来说 没有穿防弹衣的时候 用侧身瞄准减少自身曝露面积的射击姿势的几率较大 所以第一枪来自罗先生的位置的可能性较高 从死者的相片可以看出 他的右手肘有伤口 跟贴近胸部枪伤的淤血颜色相近 应该是同为枪伤 但是 解剖报告都没有提到 那么这一枪是如何同时造成 手肘跟胸口的创伤呢? 从右手肘枪伤插过的方向 可以证明输性颈元 只可能在驱被持枪倒下的过程中被击中 还有 右胸的两个伤口 是两次的入口枪伤 上方是射入口 下方也是射入口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两次的入口枪伤 只可能在弯腰屈伸胸腹部组织 出现皱褶时才有可能 第二点 集中三枪锁区的时间 从自由落体的方式来计算 大约0.47秒就可以完成 再考量输性颈元的体格 跟支撑的倍数来计算 大约两秒来计算也算合理 那克拉克手枪 能不能在两秒内 骑出三发子弹呢? 以本案同行的手枪 来实验看看 实验证明 两秒内可以打出三枪 本案的弹道重建 要满足五个条件 第一枪是在战斗中被击中的 第二三枪在倒地前被击中 而且弹道必须经过 身上所有的枪伤伤口 另外要评估 被击中三枪所需的时间 还有克拉克手枪 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内 连发三枪 六结论 第一枪打中脸部 第二枪 形成三个伤口 打中胸部 倒握在茶几上 第三枪打到头顶 倒在地上 以上的弹道重建显示 这三枪最有可能是 罗先生开的 而不是正性者 这三枪打中